接下來這個疫官就是由天上落落來的 台北有一個家室 他一開車經過中央車 所以是去向阿門陀佛講到車前的寶蕾 以向警方報案 台北市新港儲標時 初步破斷是救 太過頭了 已經請問話唱上來唱唱 腳的車上已經住了 車也在通行 向上有一個車停在路上 不會燉不動 因為 車問一個開開 嘴寶蕾是整四個 車的頭前的寶蕾 上面又卡了阿門陀佛 整隻車是密密貌貌 但這隻車洗澡的宿舊 到達要是很驚訝 我也不確定會不會再有第二塊車 如果再有第二塊 我覺得我應該也不會站這裡 講話啦 國賠是一定要的 這這意外不提國賠是要 這個事故發生在台北市屬林 洗澡的教室 車是會不會兩點多 洗車要去做工作 經過中央車的車路 如果要到外 王延兵報路 落單 阿姆陀佛 全都這樣向上流下來 說到這隻車 加速懷疑 叫阿姆陀含衫下去 現在也沒有拜託要拿去國外 警方粗報拜託是人為所在 前檔案玻璃突然遭中央橋 洞掉落至十泥快雜中 所幸會造成人員受傷 本案本分隊已依規定受理報案 昨天晚上有請我們的國外 通商先去現場做一個經濟的處理 應該也是就是橋林 比較久 就是第一 就是地區 或者是掉落的世界 回去到台北發生的現場 頭髮整個都是阿姆陀佛 丟倫幾個地方有連現去到 其實發生這個情形 已經不是頭一次 過去親像在中央橋的十度 就沒發生過 用讓單位台北市新港處 強調說 都有做雷仙性的威嚇 事情發生之後 市府跟外國衆雙 也有去現場了解 不怕相關的問題不解決 安全問題會越嚴重 記者 總學報道